就是一切有违法无自信是否可以理解为万法无自信 万法里面是否包括无违法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听了你刚才说的要出家不出家的 我就觉得你很没出息在理论上转来转去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啊 还有违法还无违法呢 你有这个资格谈吗 张的这个样子 整天人间的东西满脑子不断 你还有违法还无违法 什么叫有自信无自信啊 你根本连信都没有 你完全是已经被五一六成所遮住的 你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 你什么有违法无违法全部都无自信 你都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 听得懂吗 回答你问题了 对不起师父 自信是自信本身就是拥有的 本来就有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做有违的无违的 其实他都有自信在里面的 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能够做得出来 还有一个是看不见做不出来 所以在人间讲起来就称为无自信 无自信 你说一个人杀人的时候他有本性良心了 没有 对啊 你可以说他没有 但是你说从深层讲他是个人了 哪个人没有良心的 他良心到哪去了 他有没有本性啊 有没有自信啊 有没有自信啊 有 回答呀 他来跟我探讨这些问题啊 你连最起码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啊 有 你讲啊 你说杀人犯有没有良心了 有没有本性了 没有良心 你看 但是他们是有本性的 他们的 没自信的 真的 杀人犯他也有 佛佐讲了什么 啊 众生皆具佛性 怎么没有佛性啊 他是五一六成把他的佛性全部掩埋了 他的本性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说他无自信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是 好了好了 不要像一个研究家一样 像真的一样 好好的一步一步做起吧 跟我擦擦桌子 擦擦板凳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研究家 好好在佛堂里面做点功德啊 把人家搬板凳 擦桌子 这些都是完全有 有自信的东西 好好先学吧 嗯 感谢师傅 不要拿来一套套来理论了 好好的学了 好像 好像讲的人家听不懂你就是有水平啊 不是 感谢师傅 就像很多医生 就像很多医生写字写在那 疗草在那 开着药方 鬼都看不懂的字 他觉得他写字写的很漂亮一样 我讲对吧 对 你讲出的东西真的 好好地修了真的 高境界的事情 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 我告诉你 没有行 你是修不成心的 嗯 好好听师傅这句话 明白 没有行为 你就修不成心的 因为你是人 因为你是人 你必须要有 要有好的行为 善行 善 才会有善念 嗯 行为都不行 你怎么可能 当然靠理论就能成成为一个大菩萨 可能吧 你说哪个菩萨不行的 你看看佛陀当您行走多少路去救度众生啊 嗯 好了 嗯 感官辛苦大概 师傅 你看声音变了 就说明 没有 就有炉炉有动啊 没有 不能懂 有什么动啊 自己好好地忏悔了 你已经 你已经掉掉太多的本性了 你已经很可怜了 你回去回去都不知道了 你知道你自己 应该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想想看你在人间做了多少啊 吃了多少苦啊 你就享受这些人天福报 这么一点点的荣誉啊 名誉啊 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你就像 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 有点肉吃吃 就开心的了 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一定好好盖的 真的 我跟你说 本性丢失了 佛性就没了 嗯 明白吗 嗯 好好的修啊 真的不要对不起菩萨了 在人间享受了一点点的福报了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然后嘛 就苦得了 其实很多人我告诉你啊 人间的任何的福都是苦的 没有一个福不苦的 福就跟苦在一起的 就跟每一个菜一样 你想甜的话也是有盐的 没有盐 这种甜甜的是很可饿的 听得懂了吗 要生糖尿病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 嗯 好了 再见 拜拜 嗯 拜拜 现在知道了吗 本性 经常把你们找回本性啊 一会儿又丢失了 找回本性一会儿又丢失了 人难了很可怜了 刚刚想通又想不通 刚刚想通又想不通 这种叫循环 这种叫六道轮回一样 就叫轮回啊 啊 一会儿想通 一会儿想不通 时间这么 循环时间长了 它形成个恶性循环 之后就变成忧郁症了 所以人不都老想不通的 经常想不通的话 你就是忧郁症啊 诶 有这么个师傅整天在广播里 大声几呼啊 希望大家就赶快醒醒吧 不要再沉迷在五一六成当中了 不要在小火当中转不出来了 永远是要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放下吧 这个擦干自己的痛苦的灵魂 好好的去拥抱人间的智慧 去好好的和众生在一起活着 不要为自己活着 为自己活着的人是很可悲的 好好的 好好的